如果你Run的時候,請各位注意一下這個按鈕 這個時候因為我們畫了Email的話 它基本上沒有Break,它就沒有停,也就是說你油門已經踩到底了,它一直衝就對了 所以這個地方 如果要完全離開的話,記得啊 這個按鈕很重要,因為我發現有些同學Run的時候 發現一時奇怪更新的程式,奇怪Run怎麼還是舊的狀態 那表示你沒有完全停下來 所以如果你要完全停下來的話,請你按一下這個按鍵 它就完全停下來,這個地方可能要特別注意一下 那 如果我現在可以一直猜啦 比如說你一直猜 它一定會猜超過三次 可是你想說,老師我修三次沒猜對 它就停下來了 那該怎麼去修改這個程式啊 有沒有OK 接下來的話 只要再加上什麼 加上大概三行程式就可以 那要加什麼樣的程式,首先我們把它停下 所以停字 好 首先第一個的話 我有提供兩個方法 一個方法就是 把File回圈改成File回圈 所以第一個啦,我把這個註解一下 Ctrl1 Ctrl1就是前面加緊字號 然後呢,把它改成什麼 File回圈 File回圈 有沒有 然後1到4的話 如果3次的話,1-4 我冒號一下 當然這個地方你也可以改成0 0123也可以 0-3 只是說看個人習慣 當然如果你改成0到3的話 其實你只要打個3就可以 如果是0開始 你可以省略 OK 我看你習慣了 剛開始 你只要清楚表達 這個邏輯 為原則 1到4 OK 1到3 4停下來 那再來的話,他要做什麼呢 第一次 所以他跑1 跑2 跑3 跑完之後的話 看一下 如果你只有加這個的話 他理論上 他會在第幾次呢 第3次 可是他不會告訴你說 已經第3次了 他會直接離開了 所以呢 我們需要什麼 需要在這個地方 多做一個邏輯判斷 什麼樣的邏輯判斷呢 這個底下這個改了L 那上面的這個 上面的這一個 再加一個一幅 最上面 OK 如果什麼呢 如果 I裡面的詞 假如已經 等於 第3次了 有沒有 假如1 2 3 表示他猜第3次了 而且他還沒猜對的話 當然有可能他猜對啦OK 而且 而且都要AND 沒有猜對 那沒有猜對怎麼表示 猜的是G嘛對不對 然後答案是 RND 那如果 不一樣的話那是什麼 如果 相等是等於等於啦 如果不等於是什麼 經常 等於 RND嘛 OK 如果是這個的話 那我們怎麼樣呢 就做底下的事情 這樣就OK了 再來的話跟他講說 你已經猜 3次了 而且你還沒猜對 最後乾脆我告訴你答案好了 然後就離開 這樣感覺 好像一個完美的ENDing OK 有沒有 所以喔 不過這次要答很長 那我就直接拿那個 雲端上這個 這一串 OK 好有沒有 你已經猜了第3次了 而且你還猜錯了 所以呢我跟你講 答錯了 只能猜3次 而且告訴你答案喔 RND OK 不過 我們來練習的時候 我建議乾脆喔 你最好是 可以把那個答案先 因為如果 要剛好3次 猜不對的話 好像有點困難 我看一下 假設我們也不要太認 因為剛剛猜2次就到了 10 太高了 太高那就太低一點 那故意 猜高好了 好兩次了 第3次 那 第3次就答錯了 所以應該i已經等於3了 而且還是不對的 所以應該他會跑這裡 答錯了 OK 有沒有 答錯了 只能猜3次 答案為7 OK 對不對 看沒錯 但是問題來了 我怎麼剛好 我猜 3次內的 這個時候的話 你可以就動一點小手腳 就什麼 你乾脆直接偷偷的把 答案RND 先塞在input的旁邊 就是 串接什麼 STR 把那個RND 先塞到這裡 那你就可以怎麼樣呢 執行的時候 你會看到 請在 1到20這邊拆 是不是 11 已經告訴我答案了 我們先不要拆 我就直接拆11好了 Enter 恭喜答對了 恭喜答對了 OK 那表示程式應該沒有 錯誤才對 OK 所以呢 如果我們要讓他限制只能拆3次的話 那 特別注意 我剛剛改了幾個地方 第一個 把那個什麼 Hile E-mail號 把它改成 用for回圈來敘述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做一個邏輯判斷 如果呢 他的i這個詞 i的詞 等於3 表示第3次了 而且還沒猜對的話 那跟你 有沒有 猜錯了 而且順便把那個什麼 答案秀出來 那答案秀出來的話 特別注意 print本身 你除了說可以用串接的話 加什麼 不過加的話 你要轉型 但是其實他另外有一個用法 就是 逗點rnd 就是 我串在後面 但是中間會多一個空白而已 這個 這樣比較簡單 因為如果說你用加的話 他要轉型 那這樣的話 不用轉型 比較簡單 OK 那請各位試試看 畫面再還給各位 那除了剛剛用那個for回圈的方式 來 改的話 其實之前有同學馬上說 老師 這樣的寫法 OK啊 但是我 比較習慣是 用快爾回圈 如果我假設 不改成for回圈的話 那是不是說呢 我們可以 用那個 加1的方式 你如果猜一次 你如果猜一次 那我就把一個變數 把它有點像 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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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那個當那個什麼 那個變數裡面的值 假如已經大於等於3的話 那我就怎麼樣 一樣的道理 就是說呢 他又沒有猜對的話 那就把它強制break掉 那這個地方 該怎麼寫 可不可以這樣寫 可以啦 絕對沒問題 只是說 不同的寫法 當然 有每個人習慣的 這個邏輯之外 你可能要看說 哪一種寫法 程式會比較精簡 那再來你也比較好理解 我覺得 只要你比較好理解的 都是好寫法 OK 最好 最好的方案就是你回去 從頭自己寫過 然後最好是用你 自己的邏輯寫出來的 是最好 因為你自己寫出來的 絕對 你不會忘記 就像說那個之前 我輔導 去政道考試的 那麼半 基本上 只要上完課 去考的基本上都通過 好像還沒有聽到 沒通過的 還是因為他沒通過不會來告訴我 那我就一直強調說 如果你要去考試的話 你一定要自己 看著題目 不要 參考 不要完全照抄我的答案 就是說你要用你自己的習慣寫法 重新寫過一遍 每一題都重新寫過一遍 你再去考試 基本上應該 就很容易通過 因為那個是你自己想出來的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好